今天是6月27日 星期一 歡迎你收聽香港台晚間新聞 我是王嘉儀 先看看本國消息 加拿大政府正面臨7月1日國慶期間新一輪抗議活動 據CBC報導 抗議團體已表示 他們計劃由6月30日開始 在整個夏季持續舉行示威活動 直至9月勞工節為止 厄太華警隊亦表示 他們知道即將發生的抗議活動 並正在相應地進行計劃 卡赤斯基今年1月開始的 抗議政府武漢肺炎限制令活動 在厄太華市中心造成了持續三星期的倒路事件 自由黨政府後來調用緊急狀態法將抗議者趕走 最終導致100多人被捕 並留下了幾百萬元的警務開置 雖然加拿大騎警、厄太華警察都說沒有要求政府調用緊急狀態法 但聯邦公共安全部部長馬首諾表示 希望今年初的錯誤不會重演 將會繼續向警方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支持 以確保國民慶祝加拿大國慶日時的公共安全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上星期五推翻羅素韋德案 即是推翻了50年前該院做出的賦予墮胎權決定 此舉引發加拿大對相關法規和服務的討論 據CBC報導 總理杜魯多在社交媒體用可怕來形容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 他說對幾百萬失去墮胎合法權利的美國婦女表示同情 副總理方惠蘭 星期日在CBC的節目中表示 將會盡力維護幾代女權主義者在加拿大爭取墮胎自由的權利 加拿大保守黨領袖候選人國會議員萊斯林劉易斯就承諾 如果當選他將會實施親生命pro-life的政策 包括禁止選擇性別的墮胎 對強迫墮胎實行刑事處罰 增加懷孕中心的撥款 停止為海外墮胎服務提供聯邦資金 新民主黨領袖身格不但反對限制女性墮胎 而且表示自由黨政府在這方面做得不夠 應該投入更多資金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上星期五推翻了羅蘇韋德案 墮胎不再受憲法保護 相關法規將會由各州份自行決定 按目前估計幾乎一半的州份將會取締或嚴格限制墮胎 專聽香港消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來香港出席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 其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的就職典禮 當局目前以最高保安規格做準備 有機會近距離接觸習近平的政府現界和後任主要官員 今天起開始入住酒店 以免透過家人感染 但就可以繼續點對點返辦公室工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保安局長鄧炳強 運輸及房屋局長陳凡 勞工及福利局長羅志光 以及教育局長楊潤雄等 在傍晚先後入住灣仔君月酒店 進行閉環式管理 警方在灣仔就高度戒備和佈防 於會展一帶徹資有兩米高的水馬場 並且有警車停泊 軍裝警員巡邏和戒備 但就未有警員檢查進出者的身份 市民仍然可以在會展外自由出入 另外 位於謝飛道的泊車位 也都被警方圍風清場 有軍裝警員在場駐守 至於立法會大樓外就暫時未見有水馬陣 但於立法會道外面就有大量的鐵馬 消息指 習近平來香港傾向即日來回深圳 不會在香港過夜 較大機會經深圳坐高鐵來香港 大批軍裝警員早上就到高鐵西九龍站一帶報房 亦都有防暴警員在高鐵站旁邊的地盤巡查 而習近平有機會參觀的科學園和西九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亦都已經加強警力戒備 七一在職 中共喉舌大公報前日報道 九龍東潮人聯會會長楊玉成表示 會在23個公共屋村掛起一共11,500面中國國旗及香港區旗 包括平石村、藍石樓和金石樓的天井 日前亦掛起傳動的旗幟 場面驚人 駐烏連一例屢次受到外來人打卡滋擾 民怨衝天 警方昨晚接獲報案 指有多幅國旗被圖污或盜取 聯會懷疑抵受不住輿論的壓力 有報導指 昨晚有人將其海拆除 並以捉鑼運走 有記者今天到場 遇到專程前來打卡的市民失望說很可惜 但有人就笑話 以捉鑼運走是侮辱國旗 捉鑼是用來裝垃圾的 記者其後致電房屋處平石村辦事處 獲回福紙 拆了就應該不會再掛上去 房署就說不清楚其次被拆的原因 還說沒有護委會的聯絡電話 看看疫情消息 今天新增1873宗陽性個案 連續第13天破1000宗 當中1719宗為本地感染 沒有新增患者死亡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嘉榮表示 疫情有升溫之勢 一級級地上緊 但就未見爆發式上升 指現時上升幅度都是受控之下 見不到兩三天就會翻一翻那種爆發上升 歐嘉榮又預計 個案短期之內會維持現時水平 或者有機會進一步上升 但強調屬於預期之內 因為社會正復償並放寬多項社交距離措施 而社區有一定的傳播鏈 另外 澳門疫情也升溫 累計有391人染疫 澳門第三輪的全民檢測 截至今晚約32萬人已經採養 其中87,000多人結果違陰性 有五個運管樣本就呈陽性 後任特首李家超的班子組成 各個政策局的常任秘書長也陸續出路 政府公布14名高層官員任命 其中廣播處處長李百全 將會在7月1日起升官出任保安局上任秘書長 但廣播處長一職由誰接掌政府就未有公布 而一直懸空的新聞處處長一職 也未在今次調動獲得填補 李百全在2021年3月1日上任廣播處處長 他在任內被多番批評整頓港台 例如抽起鏗槍集一集探討大學 以及另一集探討傳媒生存空間的節目 但港台的工作就獲得立法會表揚 連在議會內聲稱唯一非建制派的迪志遠 都讚港台改革成功 港台現時積極配合政府宣傳 例如早前成為抗疫電視台 也播放多套中國國劇 以及播放黨媒後悉的CGTN紀錄頻道 有機場大叔之稱的前大埔區議員陳振哲被DQ之後 繼續保留社區辦事處之餘 更開設地鋪大叔辦館 主打外國凍獄和本地製造產品 前同事何偉林、譚爾培同樣被DQ的姚君豪 北區區議會主席羅亭德 前油尖旺區議員朱剛偉等多名好友也有來撐場 陳振哲認為既然選擇留下就要堅持信念 和告訴大家我們還在 告訴壓迫過你的人聽 你活得比他好 所以食得比他好 陳振哲因為在民主派初選中擔任票站主任 無法通過區議員宣誓 去年10月被DQ 轉看國際消息 七國集團G7在德國巴弗利亞州舉行第二天峰會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透過視像語會歷時兩小時 七國領導人承諾將會無限期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入侵 會繼續提供財政、人道、軍事以及外交方面等的支援 在必要時與烏克蘭站在一起 並且會加大對俄羅斯的制裁力度 希望在今年冬季前結束烏俄戰事 七國領導人推出了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 調動幾千億美元以提供高質量可持續的基礎設施 此舉被認為是為了抗衡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 另外北約明天起一連兩日將會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峰會 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表示 北約快速反應部隊編制將會由目前約4萬兵源 大幅擴大近7倍增至超過30萬 他指北約不再稱俄羅斯為戰略夥伴 改為視作最直接和最大的安全威脅 又首次提及中國帶來的安全挑戰 他表示各國將會討論如何應對中俄兩國 在南部倫國日漸增加的影響力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指 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在未來幾星期內進行對話 他強調北約和七國集團成員國對中國構成的挑戰 觀點越來越趨於一致 七國集團將會在公佈中提及中國的非市場經濟行為 債務處理方式和人權行動 而北約戰略構想也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應對中國 今天的晚間新聞報道完,再會!